张赞宁律师 早在80年代就成为享誉全国著名的法学学科领头人 在我入狱的第二年 也就2008年张赞宁律师应聘出任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同时创立的三分法学理论体系影响极为深广 曾经应多所著名大学邀请向法学生及教授们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 还被中南海邀请做报告 张赞宁律师在其职业生涯中诚信敬业 法律精通 为许多维权人士及修炼者辩护 其专业能力超出了我采访中很多律师的专业水平 最令我关注的是 全国唯一一例修炼者发挥重审的案例是张赞宁律师辩护的 此外张赞宁律师还成功的为全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辩护获得胜诉 张赞宁律师担任过江西乐平5.2死案 周小天美容医疗事故至死案 雄心律师伪证罪案 以及起诉了颠倒历史 玷污科学和反人类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中共建国这七十年中 这样的律师为数不多 深受广大受害者及同行们的敬佩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报恩不了 我尽管有多种原因并受到警告 但我就为了在2016年11月12日 张赞宁律师捐助我的500元生活费 也要用此方式祭奠我的好友 兄长张赞宁律师